你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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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跟哥们儿 骑胯子逗一圈啊 感受一下他那个新车 新的长江650 是什么感觉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之前我这哥们儿呢 是我的一发小 然后上次带他儿子一块吃饭就是他 他是 忠实的这个摩托爱好者啊 从两轮的一到四轮到三个轮的 他全都洗了 所以每一次在任何车型 比如说之前的本田三个轮的那种 那种自动平衡的车 或者是这种胯子 从以前的翻修的复刻的那种老的长江750 一直到现在的最新款的河南洛阳生产的这个最新款的长江750 现在叫长江650了 他每一款全都买 全都买 所以 这其实也是一种情怀吧 也是一种情怀 不一定说开多远 或者是说改成什么样 但是就是喜欢 喜欢就足够 对吧 对吧 显然没看见我 去哪儿啊 东城 有时候咱俩去哪儿 东庄民县 东庄民县 那是单行县 不行是吧 就你进不去吧 一部分能走 一部分走不了 那去哪儿 去北京坊吧 北京坊 北京坊能进不去 那能走 那能走 那能进不去 能走 我知道 就是把车搁周围安全 安全 安全 行吧 走 我坐后边还是坐这儿 我坐后边 坐这儿 安全 安全吧 那简直的 头盔 还用戴头盔啊 不 不强制 不戴了 刚才在斗里也没事 不强制 你这儿没事啊 他妈带孩子猪友 我这儿就没什么事了 哦 哇 哇 哇 这儿 带着点水 我跟那儿堆去哪儿 走嘞 好 不戴不戴 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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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93的 95的好 95的 最高也就是100 最快 没扔过太快了 100没问题 原来这老车还120 啊 这是两缸的还是两缸吧 嗯 通风650 油箱啊 以前大多了是吧 对 速度不大啊 速度相当的不慢 2 3 6 5 4 4 2 4 5 4 5 5 5 早晚 换句话一年了 一年那身比哈雷棒 是 一年比哈雷的 比多大一样 我说啊 我说看看他这儿 这个Tim Horns跟加拿大 做的是不是一样 啊 检验一下 然后据说有很多 那个 已经本土化的一些咖啡品种 什么京韵奥白啊 听说今天我不是说 有一个就 我跟你说过一什么咖啡 我看见了 我看Tim Horns 但是他那小 他那个 他那比那个什么 比这个小 这个店据说是最大的 尝一尝吧 比星巴克便宜 这个世贸天街好像没前几年火 是吧 我那 两个人没进去过 开了这么多年 开了你就没来过 很少往这边来 这这个最大的这个 这叫什么瓶 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瓶 这上不 这现在都没人看了 不像头几年了 丰田移动未来世界 我相信应该往那里边走 我怎么觉得现在国内好像靠上班挣钱的人没有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好多人都不上班了各有各的能力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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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各有各的能力都各有各的能力都都不败了 八仙过海各浅其囊 都有挣钱的盗 跟那西南大街 你现在想那卖东西 南京呢 北京郊区的人都看不着了 是 原来那都是北京的拍巴掌 那个都多少年了 那是咱们那会儿 99年之前了 对吧 去哪都要扫镜坑堡 对 我估计这可能是美推的吧 凑多都是那样 这其实跟那个雷普萨斯 是一个平台 完全自动驾驶 你看他这操作在这 这是丰田的车吗 对 现在这代冬奥会已经在用了 这种车 对啊 我们现在就是 冬奥会 有什么事情 没有 我就是好奇 我就问 这个是干嘛用的 威儿使用体验 跟这车没关系 跟这车没关系 我那次去那个莫斯科 也有类似这样 但是不是这个牌 是雪鸡龙的 一个是什么 北京加油 一个是愿祖国更加强大 中国感受未来的移动生活方式的奇幻魅力 著名枫叶国的街边咖啡馆 每个品牌一到国内就变得高大上了 据说是北京最大的 我怎么觉得不大呀 走 走 味道还超 跟那个星爸爸比呢 各有特色吧 虎年 虎年顺身立立啊 健健康康 得嘞得嘞 疑死 二 只能说一分 能接受这口味 北京我就知道你 算你说的 我就知道了 就见上两个 好几 其实好几天 三里头 金融丁 罗帽那边 都有 这还没有买刀花那么普遍呢 二线品牌 喝这一次不会再来吗 比这个星巴克的这不算多 现在 星巴克有关的 国内有关 其他卖国外也有关 经济不行 我知道就是老国外楼上 还有那个 上光百货的东南鸟 都关了 都还在营业 这是民家里为进 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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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 星巴克二楼 那老佛二层 那是不错 从那大窗户落地窗 可以看西单的景 那个店的位置不错 我这哥们说的是 星巴克在西单的 比较著名的两个店 一个是 那个巴黎老佛业百货 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汉光百货 就是以前的中亚百货 那个店 那是现在目前 那哪儿 军泰里边还有一个 军泰楼里边 二层 一楼 二层 二层 那一层那是汉 那是汉子 对 玩一般我 我喝了一个 喜欢上那老花样 从那喝的 落地窗 看着马路对面 那个10900货 好 蓝天白云 那点辈儿旺 不管是 关风下雨 你看辈儿清楚呢 我觉得他这个 金毛在北京的 这个价格 其实不比 星巴克便宜多少 真的不比他 但是那环境 可别星巴克好 对吧 这地儿小一点 反正 电的面积确实不是星巴克 面积大 慢慢的呗 反正也很一般的 电内面 就是这个为了冬奥这个安全保障 所以这个临街的店铺都关了 不能这么说 你说因特殊原因 因特殊原因 所以完了之后 他这个这个牌子上写着 就是因为冬奥的原因 啊 接着起六层露台 暂时关闭 齐火了 嗯 那就先撤吧 嗯 来了 他这我故意是冬奥之前 冬奥给放手了 对 然后就 咱们提前有预案 两辈子几块没事吧 过了冬啊 就紧接着两个月 又半个月 对 半个月完了以后 就算了三月份 三月底下了 太多了 三月底自己也出了 这个秋林家常菜是吧 对 哎呀 也没菜单 老爷子自己做啊 想吃什么跟他说 完了之后自己点 这都是自己收藏的酒 一个肥肠 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那种 醋成木屑 然后还有一个小白菜 炒粉丝 然后再来一个酸辣汤 起火啊 简简单单的 都以为我是拍抖音的 呵 等会你这菜啊 我给你准备什么的 好 好 您好 您好 您之前厨师 是啊 是在 是在哪个餐厅 是吧 那个就是 反正我专业厨师嘛 太够地道了 是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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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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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馅 咱弄来第二回 你家门口那个叫秋平是吧 初云饼没了 我知道 早没了 秋云饼 嗯 嗯 那以前那十回是吧 嗯 今天我发现就 就成名字段子 说那三轮和调 嗯 谁吞名那仨是个三轮的名字呢 所以不怕 就是有些东西就是从抖音上看 那你讲话 真的好吃的网子不一定是抖音 对吧 所以就是抖音上那个 跟他妈的 现实生活当中是有偏差的 跟你的耳朵也有味道 对 来这吃 也 真是从他的菜有多香的 就是没情况 越走越漫长的邻近 我多想再见你 至少玩笑话还能说